好 同學看一下這一題 他問說哪一個地球內部的溫度跟熔點變化狀況 你要小心 這裡有跟我說這個 虛線為物質的熔點 那同學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當下的溫度超過熔點 它就會變什麼 比熔點高的時候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液態 OK嗎 以熔點當基準嘛 比熔點高叫液態 比熔點低溫叫什麼 叫固態 好 這裡必須要先知道知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知識你必須要知道什麼 來 稍微複習一下 我們地球會稍微一個分層對不對 如果以公里去計算的話 以公里去計算的話 我們前面這裡叫0公里 地表0公里 一直到最深最深的地心 6400公里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建議各位最好在段考前把它記起來 這樣考試會寫考卷比較快一點 也比較方便一點 OK 特別是深度在高中 建議也可以背一下 那我們在這裡 叫最外層一層 叫地殼 大概是35公里左右 所以地殼是很薄的 因為一直到深入到這個地方 大概是2900公里的 深不深 其實算蠻深的 最深的可以到6400公里 所以我畫黃色這個區域 基本上就是它大分層的時候 OK 所以最上層這一層 就把它叫什麼 就把它叫地殼 好我相信各位這個都很清楚 OK 而且地殼要分什麼 海洋地殼跟 大陸地殼對不對 大陸地殼跟海洋地殼 好我相信這個各位都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往下走來 這個比較厚的地方呢 是我們所謂的地函 那地函這裡藏了一個小秘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個地方會在某個深度的時候 會有一個什麼 會一個部分融融的岩石活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上面這一層板塊移動的動力源 把它叫軟流圈 OK嗎 把它叫軟流圈 好這軟流圈是地函的一部分 你必須要記得 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分層 它只是地函的一部分 而且它地震波的波數呢 只是稍微減低而已 因為事實上軟流圈並不是完全液態的分層 它只有百分之一融化 少不少 很少 所以它移動速度其實非常之緩慢 每年大概就是移動一公分 欸 每年一公分欸 很慢吧 OK 所以到下面這一層厚厚的呢 我故意在中間畫一條藍色的線 事實上有沒有畫這一條沒有關係 因為這裡呢 主要是地合 那地合就一個神秘的地方了 因為地合在我們分界裡面呢 可以分成什麼 就我畫藍色線這個 有分外地合跟內地合 有人就移化 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分 理由很簡單 因為外地合跟內地合雖然都叫地合 但是越深處壓力會越大 溫度會越高 所以基本上來到地合這個深度之後呢 溫度壓力特別大 這裡的東西會幹嘛 會融化 融化之後就變什麼態 變液態 所以外地合屬於液態的金屬 液態的鐵跟鎂 OK 液態的金屬 液態鐵跟鎂 那到了內地合又不一樣了 因為內地合雖然跟外地合一樣 溫度壓力都很高 但是呢 但是呢 基本上它已經最裡面了 壓力太大 你知道嗎 當壓力太大的時候 這些分子會被強迫被擠在一起 它就會變什麼形態 變固體 所以雖然上面都是固體 到了外地合變成液態 但是一直深入到內地合去呢 欸 竟然因為壓力過大 無法維持液態形狀 所以到了內地合又變回了固態 所以同學如果你有發現這件事情呢 這個答案應該很好選了 一直到外地合會變成液態 也就是說這裡的溫度超過這裡 這裡物質的熔點 OK 所以我們等一下選答案的時候 只要選外地合 溫度超過該地點的熔點就好了 OK 所以我們就回到題目來看好不好 我們就回到題目來看 這個同學如果不會一定要寫起來 因為每年都要考這個 特別是斷考 超級愛考 所以我們就回去題目看了 來我們要選一個答案出來 我們只有一個地方溫度會超過熔點 那虛線是熔點對不對 虛線是熔點 所以我們就來選答案 我們應該是選B最合適的 OK 選B最合適的 只有這個白色線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 超過虛線這條叫熔點 所以選B應該是最好的好不好 我們就答案選B 這樣同學 這個這題理解了嗎 我選B最好 1 1 2 2 1 3